他分成两种模式 这个题目里面 这边有提到说 如果选择自由出题的话 这必须传入参数 那所谓自由出题 就是说这个执行Java的时候 后面class名称 然后就是什么 对控一个right 然后呢 好OK 朋友friend 就这个啦 就是说 他会用这样的方式传递参数 然后再把参数读进来 等于是说外部的 读入这个题目 题目档的意思 这个是自由出题 另外的话 如果直接按Enter的话 就是考试 这个是叫预设模式 所以会有两种模式 那这一题 基本上光一个预设模式 就已经够头痛了 更不要说自由出题 所以我们先从预设模式来看 那预设模式基本上 他的配分大概是这样 7分 那其他的话8分 所以大概一半吧 下面预设大概30分 上面大概20分 上面大概20分左右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只能做对一个的话 那至少还有30分 预设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预设 预设就是没有传参数的状况 那我们来看一下预设怎么做 预设部分的话呢 我先把最后完成的部分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要这样执行起来 然后呢 第一他会出现请将题目 有没有翻译成英文 那作答完之后呢 再按Enter 这应是固定的这个字串 所以呢 使用者就要出出现第一题 有没有电脑 那应该就很简单吧 computer ok 那这个是database 那当然你可以 然后这个是 Sitex 语法 然后school 这还蛮蛮好玩的 这实际上school 然后vacation vacation 那这个要怎么做 就是对二维阵列嘛 当然你也可以用一维阵列 我一维阵列不好写 二维阵列比较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对应到ok 那你会发现最后的 你花费的时间几秒钟 要把它记下来 答对几题 要记下来 比如说这边有答错了 打错了 然后答错了 打错了 所以这边会有五题之中 答对几题 这边要秀出来 那这个是预设模式 这个只有一半 就只有 大概30分 也是有考试 这个才30分 这样写这样才30分 还没写到那个 那个那个什么 自由模式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必须要计算什么时间 所以花费的时间的话呢 也就我在这个地方 宣告一个 宣告一个这个 long 是一个start 然后一个long是end 也是先start 先取得一个时间之后的 那最后的话呢 再去把最后的时间 扣掉start 这样的话就得到最后 到底花多少时间 那秒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是毫秒 所以必须要再出一千 这前面有一题有讲过 ok 再来的话呢 几题之中 要答对几题 这个部分的话 必须要怎么建立一个right right的一个 这个变数 那预设值给他零 那这个地方 到底要不要static 其实这个地方 没有static 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global的变数 所以这个地方 有没有static 都没关系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在man里面 要做哪些事情呢 因为我们会有需要资料 资料部分的话呢 有 有那个中文的 也有英文的 所以中文的部分的话 我就给他 放在哪里 这个地方 我用二维正列 五 二 长度的话呢 总共资料为五 然后二维 第二维这里面的资料 有零跟一 所以有五笔资料 有零跟一可以放 这有点像是五列 五笔资料 然后有几个栏位 有两个栏位 有没有 所以其实二维正列 非常好用 它可以跟资料固 完全的match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把外部 database资料 读进来的话 都会用那个 二维正列来做 所以如果你对 二维正列 不熟悉的话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了解 因为我看很多同学还停留在一维 甚至还在用变数 因为这一题如果你用一般的阵列 你变成要两个阵列 可以做 可以做啦 只是说做出来的话 程式当然比较冗长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五二应该了解意思吧 五笔资料 有两个栏位 那第一个栏位的话就是 那个中文的 第二个栏位就是英文的 所以你会发现我塞资料 底下就是塞资料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有个database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从外部啊 透过那个 JDP区可以把这个外部资料读进来 一样可以塞到阵列里面 甚至可以跑个回圈嘛 那跑回圈就是先知道总共有几笔 然后就回圈一直塞 一直塞 这个太多了 先用很多那个什么 云端上面的资料 很多用Jason挡嘛 那Jason也可以直接从外部 直接读进来 放在我们的那个阵列里面 OK那这边的话呢 就分别放什么 D0笔的第一一个栏位 就是电脑 然后中文英文 中文英文等等 OK 所以总共有无笔资料 应该这个地方看得懂吧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取得现在的时间 取得现在的时间就start 那因为呢 这个current time minus是一个long 所以呢 我们用宣告成long 当然当然你这个地方 OK好 这边宣告有 所以start 就是现在的时间开始 那开始出题 所以输出刚刚两个字串 对不对 那接下来的话换行 那第一题的话 就是我们跑个回圈 因为我们总共会有五题 逐笔的输出 那逐笔输出的话呢 我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 就刚刚这地方 第一题就跑出来 所以第一题 那for I等于0到4 之间 然后往下跑 那这边第一题 所以第 一第几题 有没有 就是I加一题 然后呢 item就是什么呢 item就把0拿出来就好了 所以第一个是 电脑 有没有输出电脑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输出啊 比如说我先打一个computer enter一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这个地方有没有 就要做什么呢 因为我这边有一个输出第几题 然后呢 让使用者怎么样呢 做 做这个这个读取 使用者 是铁 key的资料 那这边有个scan scanner 然后呢 那我们比对的部分 特别注意啊 我们比对的方式是 我现在的computer 跟什么呢 跟scan进来的东西 这个是使用者 这个是使用者key进来的东西 做比对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用什么方式比对呢 不是用等于等于啊 因为不是 他不是一个字 他不是一个数值 他是一个自串 所以自串要用什么呢 一个叫做ecos 那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忽略大小写 所以后面加一个ignorse 什么呢 这个case 那实际上 其实这个如果是一个自串的话 那你点下去自动会出现 ecos 自己会出现 那再来的话 如果比对 表示里面是正确的话 就答对 然后rise 等于是counts加1 那反之的话呢 就答错 那答错的话呢 必须怎么样呢 把他的那个正确的 那个英文的部分 因为英文在第二栏 所以后面的二维阵列的 这个第二个部分的是1 那我们直接就输出 他正确答案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如果输出的话 假设我这个地方 执行 假设我这边答 答对的话就答对 那有答错 我答一个 答错 他就答错了 正确的答应该是什么 computer 他就怎么样呢 把后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资料怎么样 把它带过来 输出到这里 那如果答对的话呢 就 就write加1就对了 他只有显示 答对了 ok 然后呢 反复反复跑的 跑完之后的话呢 哎 这个地方 data也是一样 假设我这边 大概再run一下 那 呃 比如说我这边 ok 那大概 那就会有一个时间 好 好第五题 enter之后的话 跑完 对不对 那我就会怎么样呢 会把最后的时间 再取得 然后呢 丢给 end 然后并且怎么样呢 您花费的时间为 把end减掉什么start 有没有 就是 但是呢 我讲过嘛 因为 coherence time minus的单位为毫秒 所以必须怎么样呢 除以千 因为如果没有除以千的话 它是毫秒哦 毫秒的话就是一千 ok 那几秒 然后呢 在几题里面 那这边就用 怎么legs 它的总长度 有没有 几题 那总共五题嘛 答对几题 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 大概在这个只有 所以如果抽到210 这样只有一半的分数而已哦 不过也不要 啊 对 不过这一题出现几率 我看好像蛮 不能不能这样讲 如果哪一天 因为你 礼拜三刚好抽到这一题的话 对 我也还好 就是说 如果你刚好 他一定会有一题很难 一题非常简单 所以如果你抽到210 你要庆幸 为什么 因为你第二类的那一题 一定是他会挑一题 最简单的给你 所以第二类那一题 如果有50分 你这一题只要拿 一半的分数 反正就是把预设写出来 如果 把预设写出来 如果说你自由出题 不会写 没关系 这样就有75分 至少 OK 大概是这样 那我等一下会把这个画面里面的资料给各位了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分成几个区块 第一个 把题目读到阵列里面 第二个取得时间 第三个开始出题 然后第四个就是怎么样 把结果秀出来 大概会分成四个区块 可能各位比较有障碍的应该是二维阵列 不过习惯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阵列太好用了 尤其配合回圈的时候 配合资料库的时候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网路上那边还有别人的解答了 我想你也可以参考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部分是我自己自己的 用我自己的可以理解比较好记的方法 来写出来的 那当然网路上有别人 可以这个别的这个参考 可以也可以比对一下 那最好是 那个逻辑是你自己 记得起来的方式 然后礼拜三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 你可以很流畅的打出来 没有bug 那那个就最好的解答